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5月8日星期一 中共的参考消息前两年登过一个大标题 叫习主席为世界发展指明方向 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 美国这几年一直认为 中共企图取代美国 要主导全世界 也就是说习近平有野心 要称霸世界 这一回玩真的了 今天5月8日早些时候 中共的外交部长也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秦刚 会见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那口气之大 简直是不可一世 听上去那就是为美国的发展指明方向 而且说明就是按照习主席的想法 来指明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美国的发展 这个语言可以说是居高临下 对美国 这个世界投号大国居高临下 看看这个秦刚说了什么 这个情况说 中美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对世界都有重大意义 意思就是说中国现在没跟俄罗斯捆绑 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就算好的了 搞不好我跟俄罗斯一捆绑 来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对世界里面就吃不了兜着走 也就是用一个我没有发作 我没有发作 虽然我是流氓 但我还没有大发作 这样来叫板对方 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 然后说去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巴厘岛成功会晤 并达成重要共识 但此后美方一系列错误言行 破坏了中美关系 来之不易的积极势头 双方预定的对话与合作议程受到干扰 两国关系再遇寒冰 说的是什么 是中国邀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访问中国 但是布林肯拒绝了 后来是推迟了 为什么 因为发现了中共的间谍气球 深入美国国境了 整个飞过美国 非常严重 而且不止一个 美国是把他击落了 这完全是美国的安全 这不可能说 因为中美要会谈 让你的间谍气球在美国大摇大摆 收取美国的军事情报 不做反应 所以美国做出两个反应 一个是击落 再一个就是推迟了布林肯的访问 这就是他所说的战欲寒冰 好像美国应该把这件事放下 不要管 让中共气球去收击 然后也不要报道 也不要提出来 悄悄的 然后让中美继续谈 在习近平方面一厢情愿 然后秦刚又说 两国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 避免螺旋式下滑 防止中美之间出现意外 这应该是中美之间最基本的共识 也是国与国 特别是两个大国相处 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当然就是说不出现冲突的也是美国的坚持 所以美国说有的地方可能是分歧 有的地方可能是合作 但是需要沟通 但是中方觉得你要不按我的 我就不跟你沟通 来一个 下面说 中方将坚持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中美关系 希望美方深刻反思 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困境 重回正轨 你要几层意识 第一层意识 首先把习近平办出来 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原则处理中美关系 就是习近平为中美关系指明的方向 然后要求美方深刻反思 跟中方相向而行 深刻反思就是你有错 你的认错 你的写检讨书 然后跟中方相向而行 跟我们一样 也按照习主席指出的方向前进来处理中美关系 这就是要求美方跟中共一样 按照他们的独裁者 习近平指的方向去发展中美关系 然后说重回正轨 推动中美关系走出困境 重回正轨 什么叫正轨 就是美国纵容中共 就像过去数十年的绥靖政策一样 让中共来偷 来抢 抄袭 剥削盗版 美国的知识产权 然后转移美国的财富 同时建立反美阵线 把他的人员都伸入到美国 各行各业进行疯狂的渗透 建立第三阵线 第五纵队 上下其手 所以这就是中共所定义的重回正轨 走回旧土 这可能吗 人家都在说美中关系不肯逆转 这不可能回到从前 中共还在吃人说梦 秦刚现在是说话 到下面就口气越来越大了 美方应端正对华认识 好像上几队 下几 中共里面要端正态度 端正认识 回归理性 扣好中美关系的第一颗纽客 这两国各自发展中彼此成就 回归理性 全世界都知道是中共失去了理性 中共领导人失去了理性 也至于对内越来越独裁 对外是越来越扩张 侵略 威胁 居然还叫美国要回归理性 好像就说 纵容中共这样 中共那样 什么都让中共行动 那叫理性 那叫非理性 然后又说什么 不能一方面讲沟通 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 遏制 不能说一套 做一套 这都是说给中国人听的 中共方面就是说一套 做一套 那就是一边讲沟通 一边使手脚 就好像一边邀请布林肯去访问中国 一边放个间谍气球去搞你的军事情报 让你吃个哑巴亏 看到没有 我多厉害 我一手印一手软 软了一手 我再给你假装谈判 印了一手 我再把你的国家机密 军事机密全部囊括手中 所以这个是把自己的行为 形象架在别人头上 那就是说 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 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尤其要正确处理台湾关系 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支持中国台湾分裂势力 首先他在说 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 美国有没有红线底线 他想过没有 第二 尊重什么中国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那有没有尊重美国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每天派间谍损害美国 然后在国际上大搞军事活动 就是跟美国对抗 这是对美国的安全 主权 发展利益构成威胁 不要说是美国 各国的安全 主权 发展利益都被中共所威胁 况且在中共内部来说 也没有什么中国的主权 发展 安全 就是共产党 就是习家军 就是某个人 个人的发展 个人的权利安全 个人的安全而已 跟这个国家和民主都没有什么关系 大家就用同样的话劝美国 然后又说 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支持台独 有什么 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是中共自己 如果中共跟台湾和平相处 维持现状 不要去叫板 不要一天到晚什么武力威胁 一天到晚要打过去 随时准备整军备战 武夷讲话 习近平讲了两个话 一个就是跟什么农业大学的学生回信 暗示要上山下乡 再一个就是假装给军队的一些战士回信 就要准备打仗 一个是要把年轻人拿去当炮灰 再一个要么就是上山下乡 扫地的农村去 这就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前途 所以说一切都是北京做出来的 还说别人在掏空 自己就掏空了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 后来又说什么 要坚持以冷静专业务实态度 处理两国关系 意外偶发事件 美国跟中共好几次差点 比如说军机相撞 船舰相击 美国就说中共不冷静 不专业 非理性 就是以非理性 非专业的方式操作 而且美国的喊话就是很不专业 很不理性 告诫中共 所以中共是非理性 不专业 不冷静的一个典型 哪怕菲律宾 他们甚至用极光去照射人家的人 把人家搞得双眼 几乎失明 这叫理性吗 这叫做很专业的操作 所以中共对别人是劝一套 就是按中共内部的话 拿马列主义的手电筒照别人 不照自己 要求别人怎么做 自己来不做 然后自己可以恥意妄为 后来又提了什么 避免美中关系再受冲击 避免什么的偶发事件 不可能 中共如果不停止 中共这不可能停止什么 再受冲击 不可能 什么相互尊重 互惠基础上推进对话合作 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这些词语中国人根本听不懂 就假装找一些习近平 王沪宁 王沪宁给习近平找一些很生辟的词 让中国人听不懂 以为很有学问 所以美美与共 这种成语是中国人很少用的 各美其美 都很少用 所以中国人还把它当口头惨 好像你中国人越愚昧 越听不懂 我越了不起 越是高傲 显得我们这个政府越是有文化 前面那句话 中国人勉强听得懂什么 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 那请问 你跟中国人民能不能够和而不同 中国能不能够出现反对党 能不能够让民运人士 宗教信仰团体和维权律师发出他们的声音 不要说是民间了 就是说党内能不能既有习派也有团派 各派共生共治 但是连自己都做不到 还去劝别人 而美国国内当然是和而不同 和谐共生 之后说这才是我们一支共同努力的美国关系和世界 也就是自己定义了一番 然后说这才是共同努力的中美关系和世界 注意这个话 也就是前面用了两次习近平 为中美关系指名的发展方向 又为世界发展指名的方向 与这无敌大将军超竞争恩 金正恩恐怕嫉妒的发疯 恐怕要发作了 这个宇宙无敌大将军是我今生独一容二 独家拥有 板圈所有 居然一杆抄袭 剽窃盖 盗用我的专利 你成了这个为世界发展指名方向 当然 习近平也可以见到金正恩安抚他一句 不要搞错了 我说的是 为世界发展指名方向是世界无敌大将军 就是地球 你是宇宙无敌大将军 我们地球只是其中一颗星球 我们还是扶你管 所以这样金正恩可能才转路为席 稍减路融 后面秦刚又说 希望伯恩斯大使在中国多接触 多交流 多思考 做中美之间的纽带桥梁 做出建设性贡献 这些话也是让人哭笑不得 多接触 多交流 人家可以去跟新疆维吾尔人交流 接触吗 可以去西藏跟受迫害的藏主人交流 接触吗 或者说可以跟中国各阶层受迫害的人 维权律师 民运人士 法轮功学院去交流和接触 行不行 希望你多接触 多交流 其实就是跟共产党多接触 多交流 特别是共产党里面的反对派 里面的反动派 不是反对派 反动派 顽固派 去多接触 多交流 多听他们那种咆哮 战狼咆哮 还要多思考 就要多思考对方 也就是说人家不要按民主自由的角度去思考 要按照专制思维去思考 按照习主席的想法去思考 什么做中美间的纽带桥梁 做出建设性努力 这就是秦刚的一段话 听起来好像在对美国大使驱高临下 你有错误 你要改正 你要反思 你要检讨 你们发了严重的错误 如何如何 秦刚为什么讲这句话 这番话当然是讲给中国人民听 因为中国人民不知情来发生了两个变化 就是在二月份的时候 是中共要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访问 但除了间谍气球 布林肯推辞了 而中共当时还私下请求 说尽管出了这件事情 希望布林肯不要推辞访问 但是拜登政府仍然是让布林肯推辞了 这是第一阶段 好了 到第二阶段 气球事件过去之后 美国觉得为了稳住中共 为了稳住习近平 不跟俄罗斯结盟 不跟普京捆绑 觉得有必要稳住 那么就建议布林肯访问中国 中共这个时候假装就端起 拿起了 不接待 不接受 接受有条件 除非你们怎么怎么样 还说担心布林肯去访问的时候 美国会公布间谍气球的调查 又让中共难堪 要对方答应一个条件 不能够公布间谍气球的调查 美国当然不会答应这种无理的条件 也就是说美国不会把自己的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放在你的盘子里 所以当然不会 中共就翘起来 结果让中共的五毛党不知道 还以为美国有求于中共 中共不理你 你要跟我见面 我不理 他就不知道其中的曲折 而美国也是做愿于世界大局 就是考虑不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也就是不要让中欧捆倒 然后最后导致美国和北约参战 参战当时最终来说 大家说怕什么 不怕嘛 干一下就行了 很多在中国国内的民众也都觉得 生活的太压抑 喘不过气 最好是有一仗干一下 不管输赢 最好是击溃中共政权 巴不得 但是美国不这样想 美国想的是能和平就和平 世界能太平就太平 尽量维护和平 所以不到最后十个绝不亲眼战斗 不管是一战 二战 美国都是后发制 后来参战 并不是说要掀起战断 战断都是别人先开创的 专制国家 专制政权 纳粹政权 军国主义 或者是共产党制度 共产党这些国家挑动的战争 美国被迫迎战而已 同样道理 美国是处于稀释令人 为了世界和平 所以才做出了这么一个选择 说是要稳住中共 稳住中方 结果中共中方就撬起来了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 习近平也好 中共也好 希望俄罗斯在乌克兰陷得越深越好 越久越好 这样中共才可以利用 要是战事很快结束了 中共也没着力了 可能俄罗斯抢就要跟美国改善关系了 而乌克兰本来跟美国的关系就很铁 中共是无从着手 更加低落 恐怕是门前冷落 车马戏 无人问津 所以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战争 秦刚去会见美国大使 代表了一个什么 代表了就是想暗示下阶段还是要恢复对话 因为美国也希望有这个对话 但是 由于中共自己的表现 就连前段时间我给大家报告 前几天 最亲共 最亲中 甚至最亲习的美国这边的拥抱 熊猫派都改变了态度 就是美国最大的对冲基金公司 是桥水基金的董事长 创办人达利奥 达利奥前段时间被中共邀请 专门去走了一趟 访完了13天 到北京 到上海走了一趟 还出席了一系列什么高层论坛 见了中共的一席官员 包括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陈继琳 也是习家军人物 还见了什么营建会主席郭树青 那么结果回到美国之后 他发布言论 恰恰跟中共期待的相反 这个熊猫派大肆醒悟转移了 清醒了 前两年还在对习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 都还抱以期待 对打击滴滴 互联网平台 都还说好像有必要监管 但是他现在认为习近平完全走错了路 所以他认为中国现在的方向 完全是跟事件背道而驰 所以是撤走资金 而且号召别人也撤走资金 中国在各方各面都结束了 私营企业 市场经济都不复存在 整个政权是越来越走 搞的是计划经济的那一套 然后他甚至提出说中美没有对话 他感到很失望 但是他却说中美没必要对话 他越对话 互相敌一越深 也就是反正各讲各话 各自有各自的立场 美国有民主自由意识形态 中共有专制独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这两种意识形态根本就谈不拢 而习近平他们坚持他这一套 他反而主张了美中之间不是要多沟通 多谈判 而是不要沟通 不要谈判 因为越沟通越谈判 可能敌意越深 互相越仇恨 那样反而是敌对加剧 实际上他所期待的方式就是自然而然的一种冷战 就是双方谁也不要理谁 各自发展各自的 美国发展自己的国家和国际关系 中共自己搞自己的 然后就跟对待前苏联一样 就是一种冷战的形态 就连达里奥都是这个姿态 更不用说其他的 本来就对中共吃怀疑或者反对态度 美国大多数的阶层了 甚至最近美国有两名议员提出 要拜登政府关闭中共在纽约的大使馆 原因之一 中共在纽约的大使馆成了一个渗透美国的大本营 指挥特工特务间谍 在搞各种各样的活动 在川普时代就关闭了一个中共大使馆 当时是在另外一周的一个大使馆被川普关闭 就说这是一个大本营 是渗透美国的大本营 中共也假装关闭美国驻成都的领事馆 予以报复 这一回又美国议员提出来了纽约领事馆 这个多重要 除了华盛顿大使馆之外 在美国有五六个领事馆 纽约领事馆就是最大的了 所以两个议员提出关闭中共驻纽约领事馆 这是一个可以说重大的建议 尽管不见得会施行 但是至少指出了这个方向 就是中美脱钩 甚至在外交上都可能脱钩 不仅在经济上 技术上 在军事上的对立 在外交上都可能进一步的脱钩 博恩斯坦就是驻美国驻中国大使 跟秦刚会谈之后 他说对中美之间没有谈话 没有沟通 也是感到失望 认为需要一定的谈话沟通 但是他也是基于这个前提 就是要稳住中共 不要跟俄罗斯捆绑 稳住习近平 不要跟普京结盟 不要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毫无疑问 并不是因为其他 也就是避免风险 避免擦枪走火 但是博恩斯本身上可以说是美国的鹰派 强鹰派 对中共认识很深 博恩斯在中国这边也是轻车减从 不搞花架子派头 就跟前任的驻中国大使 奥巴马时代有个华裔驻中国大使洛家辉 在中国引起轰动好评 自家人拉着行李去上班 自己一家人坐民航飞机到外地 用优惠券去饮咖啡 星巴克等等 这一回博恩斯也是这样 他上班都是坐地铁 都在北京的地铁出现 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随从那个随从 或者是这样那样的保安 美国大使也相当于是按中共说法的叫部级的 部级领导 人家就是坐地铁上班 所以北京人都看到了 还有中共那些五毛党就假装发推说 看看美国穷了什么地步 一个驻中国的大使 没有专车 没有什么自己孤独的打地铁上班 这是中共的看法 中共那边的文化就认为当了官就应该居高临下 了不起 想尽特权 想尽好处 那才要当官 否则那叫什么当官呢 那不如不当 所以他们对美国这个民主国家 民选官员根本没有体会 他们不知道美国的政府来自于民 用自于民 在人民面前保持了极度的谦虚 哪怕是不管是对美国人为谦虚 到了其他国家对别国人也要谦虚尊重 平易近人 跟他们打成一片 像这样的多接触 多交流 恐怕秦刚他们非常害怕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